我今天分享的主题是安卓的一个性能优化方法论 然后作为安卓开发者 就是性能优化是我们永远绕不过去的话题 在日常的开发中的话 我们肯定也是都接触过性能优化 其实性能优化它已经非常成熟了 毕竟安卓也出来那么多年了 然后有很多成熟的框架 或者是成熟的方案等等 然后对于性能优化 性能优化经验比较少的开发者来说的话 他其实是很难有机会去接触 或者沉淀出这些比较成熟的一套方案出来的 所以作为一位长期多年从事性能优化的开发者 我就在这次分享对性能优化总结一些方法论 来供大家去做一个借鉴 好 针对性能优化的方法论 我这里主要讲四个方面 第一个的话是性能优化的本质 第二个的话就是性能优化所需要的知识储备 第三个就是做性能优化时角度和方式 第四个的话就是性能优化完备的一个流程 方便的话你应该选那个屏幕分享 然后不应该选应用分享 不好意思我刚刚可能有点短线了 没事没事 再重新分享一下屏幕就好了 现在可以吧 现在可以了可以了好的 对刚刚可能没有分享成功 好对 这次主要讲就是这四个方面 第一个是性能优化的本质 第二个是性能优化所需要的知识储备 第三个是做性能优化时思考的角度和方式 第四个就是我们做性能优化时一套完整的流程 然后先讲第一个 什么性能优化的本质 而我对性能优化本质的认知是这样的 就合理且充分的发挥硬件资源 就包括CPU内存 磁盘 电池 网络等等 然后来让程序表现的更好 并取得收益 而这个收益的话 其实就是体现在客户的流程 使用时长 口碑 利润等 所以的话 基于本质来思考的话 性能优化最重要的就是两件事情 第一个就是我们怎样才能够合理且充分的去发挥手机的硬件资源 然后第二个的话就是怎样才能算是让程序表现的更好 而且是取得收益的 我先讲第一个就是 什么叫充分且合理的发挥硬件资源 下面我会举几个例子 就是来作为讲解 然后针对CPU 如果我们能够保证CPU资源的使用率高 而且它并不是过展的一个状态 并且这个CPU的资源主要是被你当前的场景所使用 而且不是它没有被应用中各个业务所分散消耗 那么这个CPU资源 那么就可以认为是充分且合理的使用了 然后针对 我这里以内存优化来举例子 就比如说我们以那个页面打开速度来举例子 速度和CPU它的速度和CPU是有很大关系的 所以我们可以充分的使用多线程 或者是在页面打开前提前的进行一个加载相关的资源等等策略 来充分发挥手机的CPU资源 但我们要保证我们所发挥的CPU资源是被合理使用的 比如说我们在等开页面的时候 我们要确保CPU的资源主要是被这个页面相关的逻辑所使用的 比如说组件创建啊 数据获取啊 页面渲染啊 这样的话才能保证主线程获得大部分的CPU实践片 至于其他可能跟当前场景无关的一些现场啊 或者是逻辑啊 或者是业务 像周期新任务啊 监控啊 一些预加载之类的 一些其他业务的预加载之类的 我们都可以进行一个关闭或者是延迟处理 这样的话是可以减少 非相关任务对CPU不合理的一个消耗 这就是我们在做页面打开速度时怎么去充分 而且合理的去发挥这个CPU的资源 然后针对内存资源 我们要充分的去发挥该资源 用来去做一些缓程提速 但是又要确保我们的OM率是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的 比如说我们做内存优化 内存优化它并不说内存它越少越好 相反的话如果内存使用多的话 它可以让程序更快 因为我们可以缓存更多的数据来提速 但内存使用它又不能够太高 太高的话OM率就上去了 所以的话我们要根据不同档次的机型 然后去不同档次机型的OM率 去将内存控制在一个充分且合理使用的一个状态上 然后针对低端机的话 我们就可以通过功能降级等这些优化 去减少内存的使用 因为低端机它内存比较少 然后针对高端机 其实可以适当的提升内存的使用 来去让程序表现的更好 还有其他的一些硬件资源 我们也要尽量的能够充分且合理的发挥出来 比如说在用户充电的时候 或者连接WiFi等状态时 我们都可以去执行一些逻辑 让程序表现的更好 然后下一个 就是刚才说到性能优化的第二点 性能优化本质的第二点就是 让程序表现的更好并取得收益 什么 怎样才能去证明程序表现的更好 还有怎样才能算获得的收益 这些都是需要用指标来衡量的 而我们做内存优化的时候就可以用PSS RSS Java内存占用 Native内存占用这些指标去度量 然后做内存优化 做速度优化 我们可以用起动速度 页面打开速度 然后做卡顿优化 可以用帧率 卡顿率 掌握这些指标 它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不仅需要 就是知道怎么正确的去获取这些指标数据 我们还要以低性能消耗的方式去获取这些指标数据 然后除了上面的一些对程序表现的一些直接度量指标外 我们还需要了解性能优化的最终体现指标 最终体现指标的话 就比如有用户留存率 然后使用时长 转换率 好评率等等 这些指标才是最终度量我们做性能优化的一个成果的数据 比如说我们做内存优化 PSS降低了100兆 但仅仅是内存占用少了100兆 这是看不出有什么收益的 但是我们如果这100兆是体现在应用的存活时间 转换率的提升上 那么这100兆的优化就是非常值得的 然后我们再去汇报我们的产出时 也是更容易获得一个认可的 讲完了我对性能优化本质的一个认知 然后再讲一下做性能优化 所需要的一个知识储备 其实想要做好性能优化是比较难的 因为特别是那些原创性的 然后或者是我们想要做一些完善 并且体系化的 或者是一些效果很好的性能优化 就这些我们很难通过从网上去看一些文章 然后模仿一下就能够做到 它需要有比较扎实的一个知识储备 然后基于这些知识储备去深入的思考 去分析我们应用寻找优化点 我这里我们最主要的就需要在硬件层面 系统层面和应用层面有一个比较深入的了解 然后其他层面的话也是尽量能多多一散 我这里就举一些例子来说明 扎实的知识对做好性能优化的一个必要性 比如说在硬件层面 我们如果不知道就是处理器的一个体系结构 处理器的话就CPU 就比如说我们不知道CPU它有几个核组成 然后它有它的哪个核是大核哪个核是小核 那么我们肯定就想不到如何将我们的主线层或者核心线层来绑定到大核上 来去提升性能的一个优化方案 然后针对存储器的一个层次结构 然后存储器的话 它有寄存器高速缓存 组存的这样的设计 如果我们不了解这个结构的话 那么我们就没法针对这个特性来去提升我们的性能 比如说我们可以尽量的将我们的核心数据放在高速缓存中 能够确保我们CashLite的 也就是高速缓存的命中率能够提升 这个的话也是提升性能的一个很有效的一个方式 然后在系统层面 系统层面的话 我们需要了解Ninux系统的知识 然后也需要了解安卓系统的知识 比如说如果我们不了解Ninux系统的一些进程调度机制 比如说什么是nice值 什么是完全公平调度算法 那么我们就没法充分发挥 充分利用进程的优先级来帮助我们提升性能 比如说如果我们不熟悉安卓的虚拟机 那么我们就没法围绕虚拟机做相关的优化 比如说如何降低 比如说OM率的一些优化 或者是肌生抑制的一些优化都没法就是很好的一个展开 然后针对应用层面 应用层面就是我们自己开发的APP 然后在性能优化中的话 我们要是对于我们自己的APP是要非常熟悉的 比如说我们APP有哪些线程是干什么的 然后这些线程的CPU消耗内存占用是多少 然后又有哪些业务占用的 然后这些业务的命中率是多少 然后我们也要熟悉我们APP有哪些业务 然后这业务都是干嘛的 使用率是多少 其实这个的话可能会有小伙伴比较疑问说 我开发应用肯定是对自己的应用很熟悉的 其实你对一个小团队来说 你确实是会比较熟悉自己的应用 但是现在很多APP都是大型APP 你可能要几十个人或者三百个人去开发一款APP 你可能只负责其中的某一个业务 你对其他业务是 这个APP里面的其他业务是不了解的 这样的话你其实是完全没法 就是去把性能优化给做好的 然后最后一个就是其他层面的 比如像汇编 编译器 编译员 立项这些知识 都是我们需要或多或少去了解的 比如说就以立项这个知识点 立项里面的主要我们使用的就是 Hook技术 比如第一位分享嘉宾 就是张世新也提到过 他用那个Inline Hook做的一个图片检测 这也是属于立项的一个知识 比如说如果我们对编程语言熟悉 我们熟悉C++ 那么我们可以把某些性能损耗比较高的代码 去用C++实现 然后像编译器 汇编 这些其实都是在对我们做性能优化时 有很多帮助点的 然后讲完了知识储备 再讲一下思考的角度和方式 其实思考的角度和方式的话 和我们的知识储备是没有先后关系的 就并不是说我们要有足够多的技术 知识储备之后才能够 才能够去拥有多样的一个思考角度和思考方式 思考角度和方式的话 是在我们体现在我们开发的所有周期当中的 就即使你是刚刚入门的一个开发者 也可以锻炼自己从不同的角度 或者是用不同的方式去进行思考 然后下面就聊一下我在做性能优化的过程中 就在思考的角度和方式上面的一些认知 然后针对思考的角度 我们可以站在应用层 系统层 应接层等 不同的角度去思考性能优化 然后针对思考的方式 主要是有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种方式 然后为了能够让大家更形象的理解的话 下面也都以启动优化来做一个讲解 比如说我做启动优化时 我要从应用层来考虑 那么我们就可以基于 我们就可以基于业务的维度 去考虑所加载的一个业务的使用率 然后必要性 然后再去制定一个优先级 在启动的时候去只加载手评使用 或者是使用率高的业务 所以我们就需要设计一个启动框架 用来管理任务 启动框架要设计好优先级 并且对这些初始化的任务 有使用率或者是性能方面的统计 比如这些任务初始化之后 被使用的干预是多少 然后初始化之后 对业务的提升又表现在呢 这些都是我们可以从应用层来去思考 去帮助我们做性能优化的 那如果从系统层来思考 如何去做启动优化的话 那么优化点有很多 比如说我们可以针对线程和线程优先级的维度 在启动过程中我们也能如何去控制好线程的数量 如何去提高主线程的优先级 如何去减少启动过程中不相关的线程 对资源的消耗 然后比如说在启动过程中像GC线程啊GIT线程这些系统线程 我们怎样去让它去抑制它的执行 或者是延迟它的执行 然后如果从硬件层面来考虑的话 主要就是基于从硬件层面来考虑如何提升启动速度的话 那么主要是基于CPU存储机制等硬件原理来进行优化 比如说我们要提升CPU利用率 那么我们就要使用足够多的线程来提高CPU的性能 所以我们也可以将主线程绑定大核 然后或者是提高高速缓程开启的一个命中率 你像DEX的一个class重排 它就是为了它就是针对 它就是能够提高开启的命中率 这样的话也是能够提升启动速度的 然后除了上面提到的这几个角度 我们还有很多其他的角度来去思考如何做性能优化 比如说我们可以跳出本设备之外来思考 我们是不是可以用其他设备来帮助我们加速启动 你像Google Play就有一个类似的优化 就Google Play它会上传其他机器已经编 它会上传这个应用其他机器已经编译好的一个机器 然后如果是同样的设备下载同样的应用 那么也会把这些编译好的机器一起下载 然后这就是通过利用其他设备来提高我们启动速度的一种方案 还有像很常用的服务端渲染技术 就让服务端先把界面渲染好 然后直接给用户展示一个静态页面来提升页面的打开速度 或者我们也可以站在用户的角度去思考 就想一想什么样的优化对用户的感知上面是有好处的 比如说我们做启动优化的时候 用户的感知它可能是要只要界面出来 那么就相当于是打开了 所以我们是不是可以先就是给用户展示一个静态的一个数据 然后尽快的让用户感知到界面已经出来了 然后再去动态的去加载一些数据出来 然后讲完了一个思考的角度 再讲一下思考的方式 思考的方式的话 主要有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种思考方式 其实不仅仅是做性能优化 就包括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所有方面 我们都可以用这两种方式来去进行思考 自上而下的思考的话 就是从上层或者是表象来进行思考 还是做启动优化 自上而下的优化思路的话 那我们可能就是直接从启动本身出发 然后分析启动过程中的链路 去寻找耗时函数 然后将这些耗时函数放在直线层或者缆架再处理 但是这种方式它其实是会导致优化做的并不全面 比如我们将耗时的任务放在直线层去执行 在高端机上面我们速度可能快了 但是在低端机上面 可能会降 反而可能会降低启动速度 因为低端机它的CPU是很差的 你线层一多的话 你会导致CPU过展 你主线层反而获取不到了更多CPU时间片 所以导致你主线层反而变慢 而且其次我们从上层来看 一个函数耗时9 并不是这个函数它真正执行9 有可能是因为这函数并没有获取到CPU时间片 导致这个函数执行9 所以这也可能是跟你线层优先级有关 所以的话 我们再看一下自下而上的思考 它其实就是从本质或者是底层原理来往上思考 同样是启动速度优化 自下而上的思考的话 那么就不是去直接分析启动电路 或者是寻找慢含数这种方式 而是直接想着我们如何在启动过程中 合理且充分的去使用CPU资源 这个时候我们的方案就很多了 比如说我们可能会想到不同的机型 它的CPU能力是不一样的 那么我们就需要针对高端机 中端机低端机来分别做优化 在高端机上面 我们要想办法让CPU使用率更高 然后在低端机上面 我们要想办法避免CPU过展 然后同时配合就是 同时配合线程执行时间 CPU时间片 然后线程锁 这些底层的原理知识来进行优化 这样的话 它就能够制定一套体系 并且完整的一个启动优化方案 然后自上而下的思考的话 它很容易让我们忽略本质 就导致我们优化的效果不是很明显 或者不是很完整 所以在做性能优化的时候 我们要尽量的去 自下而上的去进行一个思考 然后再讲一下 性能优化的一个完整的流程 其实前面讲的都是如何进行性能优化 前面讲的都是如何进行优化 优化的工作其实很重要 但并不是性能优化的全部工作 又在实际的性能优化中 我们需要做的其实还有监控 然后优化 防列化和数据收集 这四个方面 只有把这几个方面都做好的话 我们才能算真正的把性能优化做好 做全了 我先讲一下监控这个环节 就我们需要完整的监控到应用中各项性能的指标 就比如不管是我们的内存 我们的CPU 我们的速度 我们的帧率 卡顿情况 OM率 这些都要有一套完整的指标去把它监控好 而且仅仅有这些监控指标还是不够的 我们需要再尽量的去做一些归因的一些监控 比如我们做内存的监控的时候 我们除了监控我们内存的一个使用情况 比如说我们的Java内存占用多少 Native内存占用多少 PSS占用多少 我们还要尽量的去监控到各个业务 对内存的使用占比 或者是我们这个业务 我们这个应用当中有哪些大集合 大图片 大对象 这些属于归因向的监控 如果我们做好的话 其实是可以快速的能够帮助我们 发现和解决异常的 而且这些监控的话 我们还要基于性能的考虑去设计 并不是说我们只把这些数据拿到就行了 我们要考虑到我们做监控的时候 怎样能够以性能损耗最小的方式去获取 比如说内存这个指标 我们一般都是通过 从procker节点里面去读取内存相关的数据 其实procker节点 从procker节点读的话 就需要我们去解析文件 太过于频繁的话 是会带来很多性能所耗的 所以的话 其实像我们用active manager 去获取一个内存详情 PSS的时候 其实从安卓8开始 它就有频控了 就5分钟之内 你获取的内存数据都是一样的 因为就是这个procker节点的解析 是非常消耗性能的 但我们也可以用其他的方式 去获取内存数据 比如说我们用直接从虚拟机 它是有提供接口 就debug点 debug方法 直接获取到你的一个加网内存和 native内存 这个性能损耗是很低的 然后第二个就是优化 优化就是前面 就是讲的那些 那些优化方法 然后第三点的话 就是防电化 防电化的话 其实我们也有很多事情去做的 比如说我们要建立 完善的一个线下的性能测试 然后针对线上的监控 我们要有报警 比如说我们的OM率 相比于上个版本 我们超过了多少 或者内存我们增长了多少 或者是NR我们增长多少 这些都要有线上的一个报警 然后针对线下的话 你看内存的话 我们就可以每天通过去跑monkey 然后去提前的发现内存线漏 并且提前的治理 然后针对启动速度 我们也可以通过每天日常的跑 然后每次发版之前 我们也可以跑一下启动速度 看是否已经链化了 这些都是防电化 它也是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 然后最后就是数据收益的收集 其实这个的话 它也是非常重要的 就我们要学会用好AP测试 然后我们要学会去关心 就是核心价值的一些指标 然后我们也要去 我们要学会就是 我们要关心就是性能的指标 我们也要关心核心价值的指标 比如说我们做内存优化 并不是一昧的去关心 就是我们的Java内存占用降低多少 PSS内存降低多少就可以了 我们要去关注就是这个内存的内存降低 对我们的一个留存率 或者是用户体验 或者是我们一些所评率 是否是带来一些正向帮助 然后还有我们去 其实这些指标的话 就是去关注这些最终的指标的话 它其实在我们不管是打遍 或者是去精神 或者是去汇报我们的产出时 这对我们的帮助是非常大的 然后这四个点的话 其实都是非常重要的 没有说哪一个流程是可能它的优先级会低一些 哪一个流程优先级会高一点 而且它的难度 我觉得也都是 除了可能是数据收集这一块 如果你们公司有一个完整的一个AB基建的话 它可能会稍微简单一点 就如果没有一个完整的AB基建的话 其实在数据收益的收集上 它也是很难的 就不管是监控优化仿电化数据收集 我们都有大量的工作去做 就这才是一个完整的一个性能优化的一个体系 然后我这次分享就并没有去介绍太多的一个优化的方案 因为其实性能优化的方案通过一篇文章 它是介绍不完的 就公寓上情室必先逆起器 然后我们想要做好性能优化的话 就必须要先逆起器 就掌握方法论 就是一个逆起行为 就这样的话 我们才能够在性能优化上面去做得更好 这就是今天分享的一个内容 然后我看一下 就是线上小伙伴的一个提问 第一个就是低端机的功能降级有具体方案吗 其实这个具体方案的话 还是要针对就是刚刚就是在PET里面说过的 就是你要站在不同的角度去思考 或者然后再能够从下额 自下额上的去思考 比如说你低端机它的CPU 它的内存 它的资源是怎么样的 然后你要想着如何去充分合理的 去发挥这些硬件资源 来让你的程序在低端机上面表现得更好 然后第二个是有推荐的性能优化入门的书籍吗 这个话其实我在绝经上面是有写过一本性能优化的小册子 这里面的话是有一个体系的就是一个性能优化的书籍 它有从就主要也是针对我刚讲的就是针对硬件层 从底从下往上或者是一个全面就不同维度的一个思考的方式 就有兴趣的话可以看一下 而且性能优化的话 我刚刚也讲过 它对你的技术考验是比较深的 你就需要有很多扎实的一个技术基本功 所以的话真的想要做好性能优化的话 看的书还是挺多的 比如像豆瓣9.8以上的那些什么编译器原理 计算机组成原理 汇编原理 这些都可以看一看 然后第三个是延迟加载的话 如何确定加载的时机呢 其实延迟加载的话 我们主要是延迟加载的话 它还是要有一种自下而上的方式去思考 就延迟加载的话 主要是要把它放在CPU闲时的时候 再去执行 就比如我当前CPU已经是忙碌状态的话 就很多新手我们做延迟加载 可能是延迟个一秒两秒 这其实是没有效果的 它可能会很到带来一个不好的效果 就比如你一秒钟或者两秒钟之后 我此时用户正在进行一个比较关键的一个操作 你这个刚刚延迟加载一个逻辑执行的话 你可能会把它CPU时间片抢占了 你导致你用户想要执行的那个逻辑就变慢了 所以的话你延迟加载还是要配合你CPU闲时下来之后再去进行调度 再看一下APP能自己绑定大核吗 还是手机系统自己调度 这个的话其实绑定大核的话是需要我们从操作系统层面来考虑的 就操作系统有提供我们将线程绑定大核的接口 就如果你往那搜一下也能够收到相关的API 然后还有小伙伴说 如今是否还有必要抠内存 如今是否还有必要抠内存 如果用byte就不能用int吗 这个如果用byte就不能用int 这个是比较夸张的 就没必要这么抠 但是我们对内存的一个使用 就是一是要确保我们的OMD 是要一个合理的范围 二是我们要确保 因为内存过高的话 它可能也是会导致一个可顿的 因为内存高 它会导致GC GC的话它是一个很消耗CPU资源的一个操作 然后会导致你主线程控制 所以的话我们要保证内存在一个合理的范围之内 所以的话我们没必要说 非得要抠这个内存 就让它降得越少越好 而是我们要合理的去使用这个内存 下面还有个小伙伴 就是自下额上会不会需要兼容的机器太多了 这个其实并不需要所有机型都坚持 我们都兼容 我们把机器分为低端机中端机和高端机就行了 再看一看 有小伙伴说 AB实验能抹平不同性能的收集上的数据差异吗 AB实验能不同 你这个我没太明白 我尝试着说一下吧 就可能这小伙伴是想问就是 他可能是想说不同机器上面的一个收集的性能可能会有差距吧 其实我们做AB实验的时候我们也是会去看低端机中端机和高端机的不同类型机型 机型下面的一个收益 比如说你针对你的一些优化你可能是在低端机上面表现是非常好 但高端机上面可能它的效果并不明显 所以我们做AB的时候也是要去分机型来看的 然后我这边的话就分享完了 好的 那麻烦你抽三位 三位做那个中奖的观众 那就前三位吧 就第一位这个Blue0376 第二个就是聪明的Heavy 第三位就是Silent岁月 不好意思那个聪明的Heavy刚刚中过了 所以麻烦你再抽另外一位好了 那就往后顺眼一位吧 就长得像法南根 好的谢谢